超積慶的澳門之旅 大家好,我是虎南 今天,話說我們兩個就來澳門 想尋找澳門的美女 澳門,其實不是女生特別正 是因為澳門每年都會派很多錢 唯一這個發達大計 我們決定尋找一下 有沒有適合的澳門妹 我們現在就初來炸到 找點東西吃,對 混女兒也要甜飽 你說有沒有信心我們會找到好東西吃? 你想我一定有的 那有沒有信心我們可以找到澳門美女? 大把啦,小三 如果找到,你會不會有信心混到她? 哈哈,我是冷氣公司 一人一個,試試一下吧 那死定了,混蛋啊 澳門美女 在哪裏有啊 我們走了很久 不是,食物也沒有 女兒也沒有啊 快點啊 到現在還沒找到食物 我們住了香港 香港小得來,到處都是人 我們突然很不習慣 很大啦,到處都沒有人 想找餐廳,不知道哪裏都有 走這麼久都見不到 救命啊 哇,幾經辛苦 好,我們終於到了這個好像有東西吃的地方 看到有很多人很多東西吃的地方 我馬上找個人問問 究竟哪裡吃什麼好 你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這裡有沒有什麼餐廳可以坐下來吃? 如果你想吃,我來這裡當然是吃葡國餐 或者好蛋糕 對,我分享我旁邊 旁邊,好,順利 我本人吃的 Let's go Let's go 突然就買了咖喱魚 很快就來了 很難 決定了去吃這個葡國餐 但剛才看了一間 稍微有點胃 所以今天帶不上去 所以 maybe next time 我第一次喝這個苦瓜檸檬 幾道fresh的好喝 你那個呢? 這個是 牛果金爐 最後我們突然就算是 吃葡國餐了 因為看到一間不漂亮的 馬膠茶檔 這間葡國餐真的很好吃 剛才我是給她的 上餐全日公園 然後她叫馬膠茶檔 最精靈是這句 百年老店 還差90秒 對對 澳門最上名的豬扒包 好強 不夠軟 就是豬扒包 口感剛剛好 包都很鬆脆 我覺得很棒 你叫這個是什麼? 辣椒 這個嗎? 我一會兒叫了一個厲害 這個 非洲汁 真麻煩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非洲汁 這個就是廣告牌上面的一杯 馬膠牛 什麼叫做馬膠牛呢? 因為它裡面是有個雪糕 擺茶了 so far 未吃夠雪糕 就真的沒什麼 好 好 兩千年後 暖超積慶的澳門之旅 差不多完了 有一點點改變了我對澳門的人像 相關於因為同家人來 就只是去了那些博物館 看看賭場外面 吃一下豬扒包 就覺得很滿 但是這次來呢 我覺得有點不同的是 我感受到澳門都幾有人情味 尤其是它的食物 是跟香港真的很不同 這個是我們 有一點點意外 有一點點起出望外的地方 因為想著兩個地方那麼近 文化又那麼相似 除了泡國野之外 應該都差不多了 你怎麼知道 食間茶記呢 原來那些東西 又真的可以很大分別 今晚是一個意外的積慶 但是我們兩個都覺得好棒 好滿足 只是有些可惜 沒找到澳門美女 所以下次再找我 那唯有下次再找我 記得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 還有S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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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11點05分 發出今年第一個黑色埔 全港多區嚴重水浸 忘了再跟大家說 今天其實原本香港是黑色埔 我也是剛剛才成為 現在風雨中尋找貴家的路 眾聲響起貴家的信號 我想要問 如果要回香港的話 可以怎樣 回香港的鞋子去搭 路人給我們的建議是去港珠澳 不是 路人給我們的建議是去酒店問一下有沒有港珠澳的車 電話只剩下很少的電 現在很想念家 現在我們要乘的士去酒店問一下嗎? 呃...但是... 好啊!走吧! 的士,怎樣折? 怎樣上車? 哪裏的士?那邊? 是不是? 是大家的酒店 那邊的酒店很近嗎? 需要的士嗎? 今天都很近啊 給大家看一下 暑夜途風尋找 車回香港 這個體驗我也是第一次 多刺激 挺有趣 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們剛才找不到的那輛巴士 就是我們上過的士之後看到的 於是我們決定叫司機 幫我們追這輛巴士 哈哈 就在我們下車的時候 這輛車已經走了 那個問題是 這個站的102X是否對方向呢? 不對啊!要去對方 我掉 我夠 人生就是一場冒險 只想著終於可以回到香港的時候 誰知道啊! 經歷重重的波子 非的特意追巴士 但是追錯巴士 又是要去對面找巴士站 但是對面不像有巴士站 所以你說怎麼辦? 終於回香港了可以 香港啊! 香港啊! 好像... 急著要搭船 但是我們今天的音樂 都在那邊 都在那邊 你印象中的澳門 應該是這樣的樣子 始終就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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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今晚我們回不回家 HOMEMAN好像開始不回家 想著家 哈哈 嘩 我電話了你沒電 我已經不知道怎樣了 希望回到家 前面似乎就是巴士站了 那希望 今次就真是 一個可以歸街的方法 但是 我覺得有時候 那天被你繞錯路 是為了令你發掘一些更加精彩 更加有趣的東西 好像剛才如果不是我們走錯路 一找到都找不到 我們就不會體驗到 原來賭場真的這麼紫綴 所以生命絲絲都滿著有趣的地方 是你去不去發掘的 這單程的巴士 和香港 理論上看 今次應該真的完結到 這次的澳門冒險之論 那怎麼辦 今天是感受的 但是享受 OK 好 結果我們的體驗是還沒完的 都這麼濕塵的 就是這麼濕塵的 因為 孟明突然間 在車上 突然間睡醒 然後突然下車就在這裡了 然後 下車我才問他 你確定嗎 然後我說 不是這裡嗎 我們看看巴士站 原來還有兩個站 下錯車 體驗又開始過了 不過 我只剩下10%的電 Let's go 嘩 似著了香港 我們要回家了 最後又乘了的士 又乘的士都挺舒服的 我們又想到 剛剛有沒有一樣 前面就是我們需要的巴士 當然 這個天上我們比較舒服 證明我們是 值得擁有尊貴的體驗 高級的享受 這樣想 人是不是開心很多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就是我的生命 最重要 過得開心 各位 享受你的生命 享受所有的 究竟幾點可以回到香港 所以說命運真是奇妙 我們一次又一次搭錯車 一次又一次下錯站之後 想不到 在澳門可以撞到我的朋友 撞到 真的就這樣撞到 他們就開完 電堂級歌手的 我們又可以一起回香港 記得開心 大家都是香港人 香港幾個美好的 你看 平愛一下你 還回到香港是很美好的 真的 完整地回香港 大家記住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黑魚 感受到澳門的友善 澳門人真的很好 很nice 所以香港人你們要 你們要 Be polite 要nice 要學會這樣友善 對遊客 建立在遊客心目中 我們香港人 是多麼友善 這樣別人對我們的印象好 以後別人想起香港人 就會想幫助你 就會覺得香港人很好 對不對 所以大家記住 做一個友善熱情的香港人 即使你不喜歡的遊客 都嘗試試友善對待他們 建立我們香港人 就是好的形象 大家加油 真的回香港 我真的掛了家裡 希望 其實也不是希望 這次一定可以回香港 結果我們的體驗 不是沒有 我今天吃過菠萊油在澳門 我懷疑那個親切都是我媽媽 怎樣親切 她問我你要溶油還是夾油 什麼叫 溶...幾溶 幫你溶掉它 還是你想一塊牛油夾在菠蘿包裡 然後我說我要夾油 然後下一句我不懂得回答她 你要不要切邊 嘩 這麼懷疑的嗎 切邊 怎麼香港人沒有這些 我不會切 你有沒有試過非洲汁 非洲雞 非洲汁雞餅 剛剛吃了 你們也吃了嗎 我們吃了 很冷淨 香港吃不到 這個 他們的東西淡口味 好吃一點 對 切了這個 馬膠牛 馬膠牛 這個名字好像很香 馬膠是馬膠 真的 是